蛋炒饭很多人都会做,但做法各有不同,一般都是根据自己口味来配料,至于炒法大同小异,饭类鸡蛋,我不喜欢放太多,以前吃蛋炒饭喜欢放酱油,酱油炒饭有点颜色味道也不错,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,饭要粒粒分开,还要粘着蛋,一个字炒好蛋炒饭不容易,蛋炒饭的做法步骤,一,米饭 二,鸡蛋 三,火腿肠 四,黄瓜 五,豌豆 六,火腿肠去皮切丁 七,黄瓜切丁 八,炒锅放底油,首先把豌豆炒一下盛出待用 九,鸡蛋刻入碗内打散,炒锅烧着放油,倒入蛋液炒至快凝固时倒入米饭翻炒,蛋液倒入米饭拌均匀再炒最好 倒入火腿肠,豌豆,黄瓜一起翻炒,最后调味 斑 uck